我怕你的手机会惊惊人亡 应该是符合不来啊 两个原神怎样搞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杰哥 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 也就学我手上的这一台 realme 10 Pro Plus 这一次realme即将引进 就是Pro Plus跟没有Pro Plus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review 有关这个Pro Plus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再来它的性能是否可以 应付一切大小事物呢 因为这一次嘛 它是搭载了一枚 这一颗处理器的表现 跟那个骁龙860是同一个level 反正在一些可能说拍照的配置 跟视频的表现 可能就有一点点的略差 可是在拍照方面 真的很强 它的拍照真的很美 其实realme它的强势就是在于 它的演算法非常多人眼球 在那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它盒子有配置什么东西 和历代一样都是采用黄色的配色 一样是有硅胶软壳 而把点是一个gray color的 配置了67 SW的插头 可是是2pin的就比较可惜哦 这么不是音归插头呢 然后还有一个type-c的数据线 在设计方面 这一次看去是非常有少女的风格 你会看到条纹围绕着它主色镜头 根据光线的折射下 哇整个看去是非常漂亮 再加上金粉的点缀看去呢 格外的高调 不过就是非常赞紫 我能摸摸一下特别肮脏的 在工艺方面搭载了双曲面被盖 跟双曲面屏幕 在手感方面无庸置疑是好到没有话说啊 这样的手感我个人是蛮喜欢 而且在它屏幕方面还是一个不得了的存在 首先 In-Screen Fingerprint 接手方面快精准 2160 PWM D-Me 哇 在暗光的情况下看手机 它的闪烁问题可以说几乎为零 看起来是特别舒服 再加上它的屏幕是一副6.7寸三星 AMOLED Screen 加上11色的调效 在颜色方面可以显示更多的层次 参数方面呢 最高峰值为800尼特 120Hz高刷跟360触控采样 同时还搭载了 瞬时触控采样 最高峰值为1260 应该是目前最高峰值的 but then 这个是有条件的 不一定时时都可以拿到这个最高峰 不过在它的跟手性呢 非常快 因为它是有那个游戏空间 叫做Hyper Boost 在跟手性的调教是非常到位的 同时里面也有Hyper Vision 可以通过它的AI智能演算 强制把SDR的Video to HDR看去更加的高清 还有Video HDR Boost 可以大幅度提升Video整体的画质跟亮度 它屏幕的配置可以说是非常的难保吉 你拿来看戏的话 你是不必担心 同时还给你双扬声器 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它的3.5mm 耳机孔已被取消掉了 收视需要Type-C的转接线 接下来就是性能的表现 首先它是 安都督跑分呢都是在50万分左右 3DMark压力侦测最高2300 稳定性是99% 单核跑分800以多核2300 配备了256GB UFS2.2的闪存配置 跟LPDDR4X RAM 在硬件配置属于中上级别 拿来应付生活中的大小事物 根本没有问题 在游戏方面又如何呢 首先我们先说在王者和平 最高只能开启60帧率 不过在游戏体验呢是非常的棒啊 因为它里面是有Hyper Boost 当你打开游戏的时候 这个Hyper Boost就会自动启动 在旁边是有一个小包 你滑进来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个面板啊 它的模式就分别有低功耗 均衡跟Pro Game Word 可以开启的设置就包括了沉浸模式 一键误扰 触控跟手性 可以根据不同的游戏 去调整它的触控灵敏度 Touch Sensitivity 这边 你就可以调整了 它 Screen Recording 最高画质是1080 30 frame 而已 然后它也有 Game Filter Voice Changer System Status 就这样而已咯 然后在它的 Flood Window 是很 Flexible 它的 Flood Window 你要开什么 Apps 呢 都可以的 只要去到 Setting 这边 这些都是可以添加进去面板的 有些 Kaki 它要玩两个户口 在同一台手机的话 没问题的 你就开 然后一个原神在前台 一个原神在后台 没问题 只不够我怕你的手机会津进人王 应该是符合不来啊 两个原神怎样搞哦 Frood Window 的 Flexibility 是很 Flexible 的 你要移到哪里都可以的 然后不要的时候呢 就向下丢 向左丢 啊 它就可以做成一个 Minimize 按过来的时候 它又回来了 在温度的把控呢 其实天玑920 它的功耗输出算是比较平均 温度方面拿捏是1010的 评测到来最高温呢 40度才 拿来用于续航的话呢 表现算是很可以的 然后再加上它的电量还不差 内置5000毫安大电池 平均耗油我们讲王者和平 它可以维持在5小时左右 原神的话也可以去到3个小时 再加上充电方面也不差 有一个67的 SuperWatt 0-100充电40分钟左右就能满血复活 在无线网络配置 WiFi 6 蓝牙 5.2 有 NFC 的功能 5G 双卡双待 不能嵌融 SD 卡 配置方面大概就是这样啦 接下来就是相机的表现 首先在规格上它是搭载了 10800万像素 800万的超广角 前置镜头为16MP 在拍照方面很漂亮啊 通过realme自家的演算法 一键掏上适合的filter 整体看去是非常顺眼 虽然说在一些时刻感光会有失误 不过就多拍几张啦 那个照片呢就充满着满满的温馨 看去是多么的漂亮 在人像虚化背景方面看去呢 还算自然不会那么的生硬 然后在细节表现呢 哇哇你看细节表现OK吗 拍照方面我是没有太多的 command 尤其是realme 它的 watermark 每个都做到很漂亮一下 好人像不只是在白天拍摄非常OK 去到晚上的时候也非常精准 就好像这一张 我们去到无节路那边拍摄的时候呢 哦你看人像抠图 还算是很精准一下的不 而且是在晚上拍摄 拍起来很像白天这样 在感光能力是非常出色 不过就是没有顺拍哦 当你在拍照 然后那个物体在移动的状态下呢 也是会拍出模糊的阴影 自拍镜头也是很可以哦 虽然说只有16MP 不过拍出来的整体成像 再加上它的AI智能识别 一键套上非常有那种温馨的照片 哇哦很漂亮是不是 在它自拍的确是很漂亮的 而且它的自拍呢也有自带Potrait模式 熟视可以拍出那种层次感 在拍视频的表现就收收而已 最高画质它是可以支持4K30 1080就可以开启60帧 防抖方面的表现 很一般很慌的 如果你是手持手机这样一边走一边拍 慌是肯定的 然后噪点处理方面也不是很OK 毕竟它是没有OIS光学防抖 在录制视频的当儿 你要Focus对焦你要拍摄屋顶 不然也会出现那种突然间 按掉亮掉按亮按亮的感觉 必须通过手动去调整它的感光能力 然后在软件 performance又如何 首先它是安卓13 最新的安卓 然后是realme UI 4.0 这次有新增了哪些功能呢 其实也不算新增 一项来都有的 我们就说它RAM Expansion 虚拟运存空间最高可以增加8GB 再加8个Total 16GB 很大一下也16GB RAM 在它的Special Feature就包括了分屏 Floating Window Flexible Window 怎样操作 比如说你去到Facebook 你再画脸书 用三根手指向上滑 你就可以开启第二个应用程序 两个屏幕在同一个应用 而且在Flexibility也是很OK的 你拉到哪里它就停在哪里 或者是Float Window 你拉上去进入到Apps Recent这一边 然后你点击这三个点 按Floatting Window 它就会显示一个小小的窗口 这个窗口你还可以Enlarge 你可以加大放小 全部是很Flexible 你要怎样调都可以 再或者是通过旁边的Slide Bar 滑过来启动分屏技术 也是OK的 OK这个作为Floatting Window 小小的 然后我再打开Facebook 然后我再开启分屏技术 哦可以耶 同一时间可以开启三个应用程序 所以目前这台Realme 10 Pro Plus 它的价格我是不晓得 不过初步预算 应该是在1700 800块钱来订 如果是更便宜就更好咯 如果是可以开在1399 还是1499 我觉得这个价格 应该也是会飞的 应该会飞啊 应该是 I believe I can fly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